再打一次 可是我們現在正好劇本可以到王關啦 這隊絕對可以過 可是要小心一點就是了 好,這邊我們直接 一開始防禦一下 歐書屋可以過嗎?我不知道欸,感覺有點難 這場本身變成有武士 蛤?武士什麼? 武士剛剛那盾牌嗎? 這個地形就是有衣櫃的火焰地形 也是齁,你要這樣理解也是可以 看一下 然後這邊把龍刻能量稍微洗一下 綠谷拳小獎可以過啊 應該說隊員你帶個歐書 然後隨便 塞隨便小獎應該都可以過啦 講真的 好,現在我們直接 你看那技能都有了嗎? 我們還是在洗一回合 等他CD2再帶走他會比較保險一點 好,接著就直接手轉 我們先手轉一次看看會不會有這個 會不會有7COMBO 還8COMBO 記得在拳頭位置停止轉租 手效8COM 有沒有機會直接帶走 傷害非常夠 重點是你有到 轉到拳頭就非常好過 好,下面一位 這邊好像 數一下 水珠只有三顆的話 那絕對可以 那絕對可以打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開 先開這個好了 這個可以開 保險 保險開這個 欸他無法控制 好,算了 呵 這個 水珠 然後 就直接打了吧 我想 對啊 這邊直接打應該可以過啦 拉個角色珠怎麼樣 好像可以耶 水珠盡燒 拉個角色珠 然後 底一下 拳頭在哪 拳頭在哪 阿虹不用睡了 為什麼 我們現在佔 多少啊 1893 我們每500佔 就多開半小時啊 呵呵 所以2000個佔我們是開到幾點啊 呃,開到四點 好不好 好,接下來我們這邊 直接開自然變身 倫,感謝你的碼 B6塊斗內 你看他又沒有狀態了 然後 他變身前那個是可以直接無視 這個 固定combo的 所以這邊就直接打就好了 那變身後的技能應該也不用開 這邊我們直接打 非常簡單 直接帶走 記得轉到拳頭 傷害絕對是屌的啊 第3關 第3關 4點也太猛 呵呵 還好啊 其實玩神魔時間過的 比想像中還要快 說真的 有去打這麼G8的關卡 對 好,接下來我們就直接 他打你的時候就 在盾牌的那個位置 停止轉租 喔 他還疊珠欸,有沒有看到 2千了 那就 那就7站到4點 呵呵 好不好 今晚沒有要睡的朋友 可以一起嗨了 這個 換這個位置啊 我想一下 這樣子 我們稍微疊個珠吧 有了 斜轉出來 噢,斜轉出來 有了 我們打他 CD2打他 應該打得過吧 呃 裁一七五零 沒有啊 現在兩千啦 你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我們剛剛默默的到兩千了 好 呵呵 這邊可以洗一下技能 我們先 停在這個充電的地方 好 嗯,然後我覺得差不多了 這邊我們直接打就好了 這隊無視燃燒 只要疊火珠就 沒事 等一下可以龍黑金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們今晚會開到四點 所以 很多隊伍應該都可以是啦 呵呵呵 所以我們直接開 關掉米豆子 再開米豆子 然後再開這個 智狼 二技能 拉智狼的角色珠 其實我覺得 不拉智狼的角色珠 好像也可以耶 這樣下關是不是更好打 對吧 反正天將應該會有水珠吧 天將只能擺 三十康 三十顆珠子 沒有一顆水珠 我跟你講 我等一下就把智狼刪掉 欸有了 呵呵呵呵 應該要有啊 欸如果 有沒有人可以算 三十顆 沒有一顆水珠的機率有多少啊 那是多少啊 呵呵 那機率都可以買樂透了吧 還是幹嘛的 對不對 呵呵呵 那太誇張了 好這邊是水火一燒喔 還有維持 那個技能 智狼的技能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 記得 拳頭停止轉珠就好了 0.0000001 比你抽 抽不到一趴大獎機率還低啊 然後這邊我們稍微綠一下版面 綠稍微綠稍微綠 最好是可以 停在那個 喔好 有了有了 這個有固定版面了 舒服各位 那這裡的話我們就直接 帶有他了 右半面就帶走 然後龍科盡量省下來啦 盡量 我們試著打他看看 好 好剛好就是 各一組 跟齒布差不多 你們不要講那種很危險的話 還是怎麼樣的 欸我覺得可以開個智狼了 對可以開個智狼了 傷害應該會比較夠啊 剛才那傷害好像不太夠呢 降傷害肯定夠了吧 好 然後各一組應該就可以過囉 拳頭在這對不對 好 睡著呼吸 非常舒服各位 現在來到下面一關 這邊我們直接開這個 星操 星操有一個重點是 不要消暗珠 喔 不要消暗珠 然後 這邊就是每回合 停止在拳頭 就可以了 不要手消暗 所以這邊我們直接來消一下 這樣也可以吧 拳頭停止轉珠 好 疊珠有沒有舒服 喔打到這個七七開頭 就代表你有打 你有打這個四分之一的傷害了 好接下來下面一關 我們直 開豆子 維持你的水珠量 今晚要是 合作一趴通關嗎 已經試過了呢 你們 剛剛沒有看到的可以 直接 直接 呃 看我們直 那個 頻道有上傳影片啊 或者是 直播稍微往前拉一點 就可以看到了 對不對 對 好 再來 也是直接消 對 消拳頭就好了 剛剛可能過吧 呵呵 現在有點剎捏 拳頭 喔 喔 今年的合作一趴喔 有時間都可以試啊 我們今天直播到四點耶 慢慢試都可以喔 好 那這邊最後一回合啦 這邊就直接 轉好專門 直接帶走 有沒有 舒服的各位 沒啥問題 這一對 欸 是不是 轉得非常好各位 還疊珠 每回合打滿傷害 這邊就 舒服通關 啊如果你真的有一回合失誤的話 其實 是可以開那個啦 開龍科啊 開龍科有時候就會過 欸這個猜 CDE是怎樣 但應該沒關係啦 直接 開智狼應該就可以帶走啦 智狼加 呃 智狼變身後的技能好了 好 喔 這算什麼 應該要能打得過 呵呵呵呵呵 讓我們來試試看 欸 那我們就都一消 幹那兩隻索蘭娜 好像沒辦法都一消耶 那就這樣 盡量一消 最重要還是停在那個拳頭上 這個傷害應該夠吧 這個傷害應該夠吧 訂閱了阿虹這麼久 都看精華影片第一次跟台 請問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呃 在我們直播 注意不要洗瓶 然後 就盡量說實話 比如說台主很帥這種 就可以盡量多講 對大概 我們其實 規矩不多 其實規矩不多 真的 好這邊我們就洗個技能 好洗個技能 然後就一直消盾牌 洗技能 呵呵呵呵 對不對我們 我們直播台規矩沒有很多阿 你不要 你不要做怪怪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 跟大家 聊聊天 我們都不會ban你的 對不對 呵呵呵呵 我們很 人很peace的阿 我們洗到小豆子挑起來 各位 台主好像我數學老師 蛤 你數學老師這麼帥喔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那 那你上課 很有眼福耶 呵呵呵 都在看帥哥上課還是怎樣的 是不是這樣講 哈哈哈哈 呵呵呵 好 這邊我們直接 這樣 一直盾牌一直爽 晚安洪哥 炭智郎要睡啦 炭智郎 這麼早睡 騙人了吧 炭智郎不是都在半夜打鬼的嗎 還睡 且打鬼 呵呵呵 這會太熟嗎 好 我再開 豆子 然後我們先開這個新操 這樣就可以直接讓他睡覺 然後再開豆子 這樣最保險 這樣是最保險的 這個玩法 好 那現在我們再開這個 點木珠 YCK謝謝你加入會員12個月 痾 帥哥直播主也跟了一年了 哇 是不是 歲月如梭 這個很容易 這個 跟到一年啊 痾 然後這邊水珠全部 擠在一起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了 欸 不對喔 等一下喔 如果這個先放這好了 然後 我把它放過去 阿乾 應該 往左邊移一格的 好 算了算了 我們繼續洗技能 反正我們這邊走最保險的路線 能洗就洗吧 再洗一次技能就好了 沒什麼 沒什麼 能洗嘛 能洗就不是問題了 能洗技能 炭武士 喔 炭好像直接武士這個東西對不對 欸對啊 還是我們直接武士好了 懶得洗技能 好難可以欸 可是我開始有點怕怕的 真的武士齁 確定武士齁 我開囉 我開一季囉 可以嗎 是這個吧 欸各位 有是不是在騙我 浮石連擊靈化 指定連擊 確定是不是 好等一下輸了就算聊天室了喔 不是 不一樣 算了算了我還是不要相信神魔好了 有時候這個遊戲的邏輯都蠻怪的 喔 千萬不要 相信他 我們還是走個最保險的 好不好 我們再把那個 巷魚洗到跳起來 沒事沒事 在洗一輪而已 我不想重達 你們覺得可以的 你們試試看好不好 自己試試看 我不敢試 這個重達又要十幾分鐘欸 都打到快吐啦 呵 順便幫觀眾測試 不用啦 不是啊 這邊就有一個 不是這重點就是 有一個保險的打法 然後你們為什麼要再試那個 看起來有可能出錯的東西啊 就是照著這個喔 保險打法打不是很好嗎 我們再一次 這個 再開豆子 再開這個 點木珠 呃 先把新珠都排到外面去 然後場上留三 三顆新珠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 然後再把水珠全部排到上面去 火珠全部排一起 然後新珠全部隔開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 靠腰等一下 這樣 這樣 對吧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 爆發之旅 欸果然就可以對不對 我們走一個最保險的打法好不好 就是這樣 喔 王關 龍捲風 捲起來囉 王一 這邊消除蟲製也沒差 我們就一直盾牌到爽就好了 各位 也不用疊珠 這邊直接轉 只要我們這邊 記得在盾牌停止轉珠就好了 那這邊大概 16000以上的實體血量就可以 不會死了 所以 蠻多隊伍應該在這邊都可以存活下來吧 慢慢洗技能 其實王一真的蠻佛的 你只要會打 會打就會 就知道他蠻佛的 呵呵 這個的話 好像可以守小 因為他沒有禁消暗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 收轉就好了 也不用疊珠 所以這一關相較輕鬆 比前面來講 算輕鬆很多吧 這一關 終於到最後了 呵呵真的 怎麼好像 那個 幾經波折啊 路途好像有點顛簸還是怎樣的 呵呵 不過我們終於來到這一關了 啊 那就沒事了 爆豪或烘焦洞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過啦 應該都可以過 這關卡其實有 這關卡其實有 你如果打的 比較熟一點 劇本打的熟一點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 給你洗技能還是幹嘛的 所以沒有想像中這麼難 重點就是 你要把細節給做好就好了 這如果沒有項羽可以換什麼嗎 我認真想一下 或許也可以 聊聊天室 有什麼 可以 把相羽給換掉的 都可以 直接 留言 討論一下 我個人覺得 嘖 相羽他主要是 寫 風暴盾 跟高康盾 好 音格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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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 小高康保的那種 就都行 好 我覺得差不多他就死了 這 他有6000億的血量 所以這邊要開個爆發 那我們這邊直接開這個 豆子 加 智郎 加 這個 應該可以夠了 好 就這樣扁他吧 各位 然後記得在拳頭那邊 停止轉租就好了 沒有綠果 哭啊 不用 不一定要綠果啊 不是這堆也沒綠果啊 什麼意思 你們在講什麼 蛤 蛤 OK 這一次就要要他命喔 如果你一核 你一次沒打死 他就會反擊了 可以嗎 一次爆發就 給到位 好很棒 然後這邊就疊珠就行了 呃 這邊甚至不用管他那個地形 重點是你每回合 要把這個新珠給 疊好 這樣就 絕對可以過 建議大家用一次疊珠啊 有些人可能會 耍褲啊 用什麼 二次疊珠 那個就有點 有可能會消不動 所以建議大家用這種一次疊珠的 那如果 你不知道什麼叫一次疊珠的話 我不知道網路上面有沒有交來 反正就是 一波天降一定會把它降掉的 那種叫一次疊珠啊 所以這邊疊珠也是要注意一下 好嗎 就是 疊珠 然後這邊 記得開龍科 應該一進場就要開齁 其實好像也 對 要開龍科 這邊至少要控一回合 這邊至少要控一回合 老闆娘出事情 停在防禦就打破了他了 也是啦 也是啦 也可以停在防禦 如果你停在防禦的話就可以直接消了 也是一招 疊珠或停在防禦都可以 欸不是啊 那其實可以一回合解欸 不用開龍科欸 你開關鬥子加上 停在防禦 把他媽直接解了嗎 怎麼好像突然最後回合才 醒過來的感覺還是怎樣的 蛤 原來 蠢的人是我嗎 好 那這邊就差不多啦 各位朋友 那我們疊三十顆了 覺得有他 但我覺得應該都可以過啦 下關有附加效果消毒蟲子欸 嗯 無視防 不過有 智狼應該打得過吧 可是沒有智狼二技我又有點怕欸 算了算了直接打好了 不要小心珠 記得在這邊停損珠 不小心珠 這邊早知道一回合帶走了 最保險 就不用在那邊 考慮東考慮西的 對啊應該流龍科的啊 這邊最好的打法就是開豆子 一進關直接關豆子 然後直接三死 然後 消那個防禦盾的 那可惜 好 我們這邊直接打吧 反正還是應該可以過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靠腰這個 一 等一下 數雜豬 等一下這火蛀多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欸我有算錯嗎 聊天室欸 十八顆水跟火對不對 十八 十八 然後再消五顆珠 所以就是在把 木珠消五顆這樣就可以過了齁 好啊 那我們來試試看啊 呃 要拉角色珠嗎 好像可以拉一下欸 星操 星操沒用吧 隨便開一下 沒用啊 他無法控制啊 是要開三小 好啊那不然我們星珠 好了 星珠在最下面 然後 呃 等一下 拳頭在哪 欸拳頭在哪 欸拳頭在哪 拳頭在最下面 欸等一下 欸等一下 欸靠腰 我暈了 白痴喔 喔 喔 這樣都可以那個 轉錯啊 好久沒看到 我真的不想重打了好不好 重開 反正就是 大家參考一下劇本就好 重開兩次比較保險 要黑兩次牛拉角色珠 齁 節目效果 沒有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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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過之術 那可以吧 好好好 唉 那個東西在那啊 那我就只好這樣轉啊 比較保險 好 OK吧 希望可以過了 喔喔過了 噢 不用撿啦 直接上傳啦 反正這個主要是給大家 那個 看一下怎麼打嘛 對不對 啊我想你們都轉得到啦 好不好 臨時通關